哈囉,大家好,我是Erika 大家好,我是大爾 我們今天為什麼要那麼給拍一張高中制服啊? 因為我今天回高中上課啊 屁咧 偷看看的啦 連刺都寫在上面 我們是97年入學 我10年前加入熱武生 這樣才超噁的 好可怕喔 我前陣子才發現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其實是死老人家 今天其實就是想要來開箱一下 我們要來回避一些小時候的趣事 帶大家走入童年的時光機裡面 帶了一些小時候的手指 我們兩個誠意在哪裡,你知道嗎? 是我的 因為我以為我們這一次的重點要很集中 所以我就是有幫大家精選的一些 我覺得很好玩的 當然是要豐富啊 我現在丟臉都不可以拿出來 就拿出來啊,怕什麼 反正我從小就很酷 所以我還好 通常是我朋友在丟臉 但是我拍這支影片之前 其實已經爭取過他們的意見了 我可以把這個姓的署名遮住嗎? 我先來看你的 因為你的好少 感覺會發光 不要自己上後製好嗎? 哇... 等一下也太少了吧 我還在上,我還在上了 你看他有多做作啊 他帶獎狀來到底是幹嘛 這很可愛耶 你有拿過這種小獎狀嗎? 是沒有,這是什麼? 我有,我以前國獎的時候 80分以上有什麼 銀美獎 90分以上有金美獎 然後我獎狀也是這樣小小的 這應該是要整理成一本 然後推增的時候用的 推增誰管你啊? 就是厚啊,怎麼樣 等一下我好像很棒耶 我重點是就是覺得這樣小小的 不常見 所以拿出來說 我以前有收過這種小獎狀 表現很良好 以前講這種場上面就是寫一些莫名其妙的封號 我以前有領過大方郵里獎 找各種理由頒獎給你 你是多沒自信 多需要被鼓勵啊 人人都有獎的感覺 這是什麼東西? 高一的時候 我班上同學要籌錢買蛋糕借了給我 那你就會發現有些跟你比較好 這還沒有OK 那誰是XXX 拿給你200塊耶 他給你最多耶 沒有,這個最多 這是我的麻吉 那你的蛋糕是買多貴? 全部人都要付錢了 10年前誰記得什麼蛋糕? 我只記得他們就還寫那個黑板 跟文浩比較好的人出就好了 大家真是太熱心啦 沒出燈也可以吃啊 新衣夠就OK 很可愛對不對 這是什麼鬼東西啊 你可以告訴我嗎? 這是我小時候去日本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你喜歡《火影忍者》 然後就買了一個火影忍者 你可以開啊 這是幹嘛的? 你沒有看《火影忍者》嗎? 我看過啊 所以它就只是個裝飾品這樣 對啊 就這樣 對啊對啊 然後會怎麼樣嗎? 我可以火盾是不是? 人數贏分身之術 你可以cosplay 你綁在下面幹嘛? 嗯跟別人不一樣 看起來好粗糙喔 啊比較煩 感覺我也換得出來 沒關係啊我做一個給你 我可以做一套衣服嗎? 不用我這樣不需要 你說的啊 那我要明恩 沒關係我們來看下一個 你就一直綁著吧 這個啦這個很厲害耶 小時候一定要摺愛心 你會嗎? 我不會摺 因為其實我有跟我朋友討論 我們要開這個東西 然後他就說你一定要講摺愛心啊 我就想說 誰從來不摺愛心的? 那你有收過過嗎? 我都會把它打開來看 然後我就折不回去 所以他就會變成東西 你到底有沒有看過啊? 還是你折折回去? 我看過我都會折回去啊 所以我可以開嗎? 你開你要折回去喔 好你開啦 我應該折回去 To my dear 我看完我再想可不可以講好了 欸我今天怎麼開都 我怕法師破 以前指都比較脆弱 我怕我一開就破 這碎掉了 你知道我尷尬 就不見了 知道他是誰嗎? 好少智喔 他就是一個外表很浮誇 但內心沒什麼的啊 我要跟尼說 我要跟尼說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所以尼要仔細聽喔 我看不要唸出來會比較好 因為會有點尷尬 紀念日的小紙條欸 尼自己挑吧 這字還蠻酷的 這好好燒喔 我以前叫阿浩 用平日舞 hiphop 公關吐阿浩 這看起來是男生的字吧 對 我以前最討厭寫就是這種卡片 這種滑滑的卡片 常寫一寫 然後它就會暈開 仔細寫完 然後手要拿起來 然後這邊都是破水 以前都要再墊一張紙啊 在下面寫 阿你好貼心喔 我都不會 我就是暈開直接送你 哈哈哈 搜到根本就看不懂我還先送 好失禮啊 他是不是告白嗎 學長我記得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時候 是我在去上電腦課 是在我去上 喔 我剛才講說他的中文 那個同學你還在高一 他的中文要加油 密集時通問懲罰 是雅虎那個嗎 對啊 那時候是即時通的時代 要小幾 蛤 我要跟你要小幾 我沒有被當問過 很可愛 它是重點用紅色的鞋 跟我們以前做筆記的時候一樣 我在練武社的時候 一個迷戀我的國中學弟 國中粉絲會迷戀學姐啊 會覺得他超正的 而且他就不會唸書的 為什麼要這樣講一下 他不會唸書啊 以前就很喜歡迷戀那種壞學生啊 我看到這應該是生日 這怎麼畫 反正是你18 years old 我的可以打泡牙鬆鬆鬆 這什麼 誰寫的啊 我的媽呀 考完學測的時候 把所有把妹招數都學起來 而且你們好餓喔 為什麼要一直畫這些 就是生殖器在上面啊 臭男生 你知道還有我打馬賽克嗎 然後兩個 三個 然後第四個很大 天啊好屁喔 真傻 非本人不可碰 想look嗎 kiss my ass 為什麼一定要這樣 最真摯的朋友 for you 以前就喜歡亂寫這些東西 想look嗎 然後大家都覺得 喔好像很風格 就是硬要擦英文 so我可以open嗎 水啦 love you 他真的有學到 假ABC的精髓耶 請看假ABC影片 小朋友們 如果你們要用這種顏色的指標 要紅筆跟橘筆寫 萌萌東東 彷彿精彩的重播 回憶 我和你no 點點滴滴留在心中 以前超愛寫no 請記住最沒no一刻 這歌詞嗎 不知道這是誰寫的 你真是的朋友有庶民啊 這是誰啊 超潦草的 然後放棄了下一孟 想讓朋友記得你啊 那個庶民啊 要好好寫 不然像我這種小腦袋瓜 就是記不住的 你的朋友都覺得讓人瞎掉耶 可是這個很有創意你不覺得嗎 可是要怎麼看啊 這是作弊用的東西啊 隨便建議一下 不好意思喔 這樣才看得到啊 你拿翻了 作弊轉用 那我拿翻了 等一下等一下 這有什麼 這不能看是不是 這個也是同一年收到的嘛 18歲生日卡片 這個有Sense多了 不好意思有沒有略過 它就是很長衣 但是內容我覺得不要念比較好 最後一個是我們上課無聊傳的本本 為什麼上課無聊傳本本 上面有貼你的名字啊 因為原本是我的筆記本 然後後來沒在用 然後我真的覺得太無聊了 這個很厲害 5566欸我的媽呀 183啦 喔這是183 這什麼意思 你一個綽號 就會像問答的方式進行 你的綽號 橘老肉包頭 小美冰淇淋等 平常大號時你還會 這很重要嗎 哪一個是你 洗澡時除了身體頭髮還會幹嘛 唱歌等 順便小號 你的性幻想對象 哇你這什麼時候寫的啊 國中 有必要這麼早熟嗎 國中喔 超好笑的 小時候隨地小便 為什麼你們那麼喜歡討論這種東西 什麼什麼你看到什麼 有液體在你或你嘴裡 不想看了啦 如果你回家看到小偷在偷東西 你會買蒸發水為何 不是 有一天你禿頭 要怎麼辦 買蒸發水 然後第二題這個 殺了他 好可怕喔 我們小時候都在想什麼 怎麼可以殺了他 報警啊笨蛋 對耶 對啊你殺害他你就罪更壯 你傻逼啊 如果前男友又跟你告白 你會接受 不會沒愛的 這什麼 屁孩對話 我的媽呀 大家要知道 大耳以前的小時候有讀屁孩 大家都有同意好不好 好可怕 不是你都會問一些很沒有水準的問題 那不是都是我問的 什麼能問什麼 怎麼 你昨天初學念頭幾點 這樣嗎 我小時候交換本子會說 你今天內褲穿雙眼色 那不是一樣 我會敲歌詞啊 什麼的 敲歌詞幹嘛 就是浪漫啊 三個小女生嘛 我們禮拜三就是穿便服的時候說 我今天打扮是走什麼路線 小學喔 天啊太早熟了 真的很弱 還什麼就是臭蛋糕錢 我小時候是高利貸 從小就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一個很機會 然後就跟大家說 欸你們把錢給我 我會有更多錢給你們喔 小學一年級 鉛筆和前面殼殼的袋子 然後我就說 沒關係你今天存著色給我 你存5塊還是5塊 我把你名字寫下來 好那你什麼時候在領穿 來你再跟我說啊 我現在也覺得我自己很了不起 他們記得嗎 希望你們不要記得 因為後面幾個就是可能 放暑假的什麼 我想說啊你忘了就算 他就在我這邊 我小時候就是一個 大壞蛋啊 我覺得我的智商 隨著我年齡地竭 我覺得因為我小時候 我哥有就是讓我腦震蕩過 因為我很喜歡就是 動動在那邊亂蠕動跳舞 然後我哥就是看 我覺得白色就這樣推我 然後我頭就撞到 抽屜是那種鐵做的 雕花 然後我就直接這樣撞到那種震蕩 我就跟我哥說 搞不好我現在都不知道什麼醫學院在哪裡了 哈囉 就是你 因為我的箱子呢有點太大了 所以我們決定下集 大家要記得鎖定下一支影片 就可以看到ERICA的回憶箱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要記得按讚、分享 跟在下面留言喔 然後掰掰 掰掰